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透刀 我现在来到了白北的西门町这里 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吃后面这一家 新千叶火锅 各位还记得吗 千叶火锅它是在全台湾遍布每个县市的一家火锅制造工 那我们出发吧 总结束 这一家火锅 还记得了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有些热灵的热灵 都要在哪里 都要去热灵 我们还是在热灵的热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真的 我刚走进来这个味道 好熟悉喔 那我们去取餐吧 我们下期见 可以做到一个不 City的 这里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今天和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店家是跟我说 如果我等一下我还想吃这些东西的话 我就要加钱了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吃吃看吧 首先先来吃我最期待的和牛 虽然说吃到饱和牛品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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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不是我把和牛煮到太老了 嗯 那我们再算一次不要把它算到那么老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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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吃吃看 松阪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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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口感還蠻軟嫩的 這個豬肉不錯 嗯 嗯 嗯 那接下來我們把海鮮盤都揉下去吧 哇 哇 各位這看起來好像還蠻好吃的樣子耶 因為剛剛稍早我去看它製作區的白蝦 它白蝦的品質是整體來說 可能保存的非常非常的不好吧 可是它這次它紅蝦還有草蝦的表現 目前看起來 妥善率還蠻高的耶 那在這個時候 我先把剛剛拿的海鮮盤都揉下去吧 哇 滿滿的蛋菜 這個時候我們再慢慢吃海鮮吧 喔 這個紅蝦的味道是好的 這算有帶一點嚼勁的蝦子 這個保存的品質算是不錯的耶 嗯 接下來吃吃看草蝦 這個草蝦吃起來它的口味就沒有到那麼鮮甜了 但是肉質也算是不錯啦 就在此時小書才想起對於仙科的恐懼 接下來是我最期待的 加工干貝的 嗯 沒有想到它這邊會有鱸魚肉耶 這個時候我覺得需要配一點剛剛拿的醬 這個時候我覺得需要配一點剛剛拿的醬 哇 哇 哇 滿滿的蛋菜啊 我是個非常喜歡吃三杯跟蛋菜的男人 給我看一下 哇 一下來吃吃看絲目魚皮 整體來說絲目魚皮它的脂肪非常的肥厚啊 但是它好像少了一種魚腥味 很可以耶 那接下來最後吃吃看白蝦 哇 哇 群哥 啊 這 啊 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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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把長度類的肉類都下下去吧 食物的食物 食物的食物 接下來終於輪到我期待熟食了 我是沒有想到說這火鍋店可以吃得到炸雞翅耶 有沒有看一下 這不一樣的臺灣物耶 烤鱼下巴 软嫩的鱼肉搭配上沾酱的香气 我觉得这个是好吃的 好经典的大肠包小肠 烤过的肉鱼切开 夹上香肠 还要撒上香菜 这个卤肉油亮亮的 看起来就好好吃喔 千叶火锅熟食真的很台湾味 我怎么感觉这个公炮鸡丁反而比较像糖醋鸡丁呢 这个我也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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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魚口味好鹹喔 這兩者食材不知道為什麼都非常的難咬 那接下來我們再加入羊肉片跟牛肉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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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完第一輪了 我們再去拿下一輪的食物吧 我個人是很期待說手捲的表現 手捲裡面有滿滿美乃滋的香氣 我好喜歡吃這種油膩的感覺喔 那這個時候我們先把這些耐煮的東西丟下火鍋吧 喔 喔 接著吃吃看蒸籠系列的東西吧 我有拿了燒賣 還有茶碗蒸阿 這幾顆燒賣吃起來都有一點爛爛的感覺 這個茶碗蒸咬下去那一刻你嘴巴會有滿滿滑嫩的香氣 他這個綠色的沾醬應該是芥末吧 那我們剛剛組的瘴氣類應該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牦牛肚吧 我覺得他這個必須蘸一點醬不然可能吃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牛白管就是支氣管啊 那我們再去拿其他東西吧 你有沒有看到嗎 第三個我就拿四樣飲料 因為我現在嘴巴是非常口渴 然後非常疲勞的狀態 只不過他這邊飲料有一個東西是冰淇咖啡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麻辣魚蛋 鴨血 還有芥末啊 我好期待這吃起來的口感會是如何喔 盛品 哇 各位啊這個麻油味道煮得非常的入味 各位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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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api 好 我 剛剛 我剛剛咬下去那口有滿滿的胡椒香 從肉球裡面炸出來了 雖然說這口味有點重 但是我相信各位你們會喜歡的 這個滷鴨血的味道好香喔 很可以耶 我覺得吃到現在我需要吃點水果還有甜點洗洗嘴巴 因為現在我是覺得我味覺非常的疲乏 吃完水果後我們再去拿甜點吧 雖說今天店家就提供一種明治冰棒 可是他這邊還有什麼黃金榴槤冰 先來吃吃看榴槤冰棒 如果你是喜歡榴槤的人啊 這個冰棒你應該也會喜歡喔 這到底是什麼冰棒呢 給你們看一下 外表是淡淡的紫色 這是綜合莓果冰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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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香果冰棒 這個百香果冰棒吃起來也是跟剛剛莓果冰棒一樣 很清爽耶 那接下來吃明治的雪糕 那接下來吃明治的雪糕 然後搭配入口即化雪糕 然後搭配入口即化雪糕 我覺得這是一種享受吧 我們還有一個麻糬冰淇淋還沒吃耶 我們去拿一點熱的飲料來喝好了 聞起來好像香片的味道喔 接下來吃吃看焦糖派 它這個蛋糕上面有一層薄薄的焦糖 可是底下全部都是起司派耶 很濃郁的感覺耶 整體來說蛋糕品質都算不錯耶 最好用中華豆花來做結尾吧 最後用中華豆花來做結尾吧 轻松完食啊 那等一下我去结个账 我们出去结尾吧 那各位啦 我们今天来吃西门丁的 新千叶火锅399元吃到饱 我个人是觉得说 他给予我们的东西是非常的大碗 小个大碗的东西 今天平日下午来这边吃火锅体验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整体是非常的悠闲 但是说今天可惜的是 他现场带壳贝类 只有淡菜 没有以前我们常见的帆利贝 还有今天在熟食区域的部分 我吃什么 因为今天好像吃太多东西 所以吃到说有点忘记了 我就觉得说今天这样吃400多元 我们在这种西门丁的闹区 旁边是成品秀胎 还有一个很好的停车长 我车子就停这里啦 虽然说他这边停车费用比较高 一个小时50块喔 OK啦方便就好了 那各位你们未来会希望 看到我去吃什么样子的吃到饱呢 请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喔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喔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喔 拜拜